继续看到香港法轮佛学会举办了全球2015年第一个修炼心得交流会 这也是三年多来香港再一次在中国土地上成功举办交流活动 在香港这块中国的土地上 过期明来自台湾、日本及东南亚各国的部分法轮功学员齐聚一堂举行心得交流会 分享他们在修炼上的体会 2015年香港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上午九点半举行 场内布置庄严隆重 香港法轮佛学会发言人简鸿章表示 由于过去的风风雨雨 今次是香港三年多来第一次成功举行交流会 这是能够成功的举办法会 也是在香港救人掌声上的前沿的地带 就是我们也是呼吁正义良知 解体中共等等反对迫害 其实也是我觉得是有一个重要的意义 各国学员都感到非常的欣喜 真的非常开心并且觉得非常荣幸 再就是征法到这个时候 在香港能开这样的法会觉得意义非常重大 所以责无旁贷一定要来 听人家讲说他们自己的修炼历程 然后就会从周月找到自己的一些不足 所以对自己的提升其实是很好 交流会上主要以港台两地学员发言为主 有刚学练一年多的新学员 也有十多年的老弟子 不少是分享在香港讲真相的体会 台湾法轮功人权律师团发言人朱婉琪 在会上分享揭露及调查 中共强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过程 及最新的进展 我们都深感荣幸来参加在香港 在中国共产党前沿的香港 来举办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 我们今天在香港不但把这个真善忍的讯息 藉由法轮大法的学员的心得交流 我们整体的提高 也把这个福音传给香港 交流会在下午五点多结束 新唐人记者林秀宇在香港报导